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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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公一起運動散步 這樣的平凡日常 徐小姐卻說 如果當初沒有中醫的提早發現 現在恐怕就是夢想 現在是可以捏起來 那時候是完全這一塊 這樣捏也捏不起來 那時候是比較像前面這樣 也許透過螢幕不能夠完全體會 但實際捏到徐小姐的皮膚 卻是僵硬 缺少彈性 而這樣的情況 當初身為小孩更加嚴重 正常人正常他的皮膚 應該是就是很柔軟 不管是手指頭啦 手臂啦 還是說皮膚上應該都是很柔軟的 可是我的是很僵硬 所以我自己摸就很感覺 我的皮膚是沒有辦法像正常人 可以這樣好像捏起來的感覺 原來人體就像一座城市 氣血就是當中交通 只要遇上堵塞就會出現問題 大概是這樣 重 有彈性 這樣捏啦 捏起來 我的比較不好捏 一開始以為只是疲勞導致的三痛疆疫 沒想到中醫師一眼緊決到 可能有潛在的罕見疾病 多發性硬化症 發現是那個多發性硬化症之後 其實心裡很難過 因為就是好像就是 這是一個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疾病 中醫的計劃 就內容固必行之以外 你身體開始發生病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網子會顯現在皮膚上面 光是看診怎麼就能夠警覺到罕見疾病 或是慢性病的可能 因為中醫在沒有檢測技術的時代 靠的是經驗醫學的累積 一個人的正常跟不正常 從顏色來看就有很大的落差了 像我們平常在看 很多人慢性痠痛 你注意看 痠痛點的顏色都比較深 皮膚 尤其我們可以回去看我們的腰背 不曬太陽的地方 比較痠痛的那個幾個點的顏色 都比旁邊不痠痛的來得深 其實這個就是觀察 翻開厚厚的古醫學集點 裡頭一個一個的醫案 都是千年傳承累積下來的 龐大個案之事 透過觀察外觀神態 說話咳嗽的口氣再配合邁向 加上主宿的症狀 讓中醫可以提早警覺發現病兆 你說像這種情形 在西醫還沒有辦法檢測出來之後 之前我們已經發現 他有進行式的疾病的發展 所以我們就會 這個就要視線投藥 就是預防生理治療 他現在要做的這個是 他的腎臟不好 腎指數功能比較偏差 腎功能不佳 怎麼反而會從逐步下火針治療 原來中醫講究整體 因此除了能提早發現病兆 還能夠同時處理多種的疾病問題 調理就是治病啊 調理是偶爾調一下 治病要長時間調理 三個月半年之後 你整個人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從一個不健康的人 變成一個很健康的人 然後長期是覺得是在腰 所以我們不一定治療會在腰上 不追求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的概念 在越來越多人 同時患有多重慢性病的現代 中醫符合了整合趨勢 醫療就是整體性人的考量 那西醫是比較微觀 雖然他們不能很細科 我們是整體治療 整體治療的話 就是看個人的體質 同時具有緩和性 減變性成本效益高的特點 中醫在高齡化的社會 成為提供及早預防 多重診治的關鍵角色 八大新聞好評理中原 採訪報導